我叫朱金鑫 今年34岁 在日本待了接近20年 然后回到中国 然后选择在青海做日式拉面 对我来说回中国做拉面是 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做拉面觉得很好吃 然后我想回国后 想把这个好吃的东西带过来 然后想做一下自己的风格的一种日式拉面 我选择回国是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中国是很强大 然后人也多 然后很多成功几率 也是我觉得是比别的国家会多好几倍 现在中国的发展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很大的一个潜力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回国是 也有我个人的一种想成功的那种心 然后也是想在自己的国家想成功 在青海做拉面就是 我刚回国的时候 我对我的拉面自信也不是很大 我觉得我的拉面还是欠缺很多东西 然后我在中国哪里爱吃面 这个在网上查 然后网上查到后 查到世界第一碗面 大概时间好像是4000年前吧 就应该是这个时间的时候 第一碗面是在中国青海这边出来的第一碗面 然后我就来青海吃完面了 我就吓到了 哇 这才是真正的面 然后青海的这个面的话 中国的面是比较面条好吃的 我的面是汤好喝一些 我个人觉得是汤好喝一些 所以我想把好吃的面和好吃的汤融合在一起 然后我就在这一边学习 又一边在挑战 又一边在开店 然后想把自己的面再升一级 让我的面更加好吃 更加融合到更好的那种境界吧 西北地区的话是面食的地方 可是我的梦想是想在中国全国 想做一个好吃的日式拉面 能不能通过先从面食的一个地带 地方先做一下看看 万一面食爱吃面的人的地方 万一我的拉面卖不出去 那全国人是更不可能的 所以我肯定是挑战 也是最难的一个地方 开始挑战一下看看 就有可能每个低带地方都是味道不一样 那我怎么让这边的味道 更让这边的人喜欢 我还要去磨合或者是研究 就各种方面 这是我现在要去做的事情 每一份面我都会去想这一件事 这一段时间我特别开心的就是 很多客人来我们店吃完面 然后都觉得好吃啊 都觉得可以接受 无论在日本无论在中国 只要是做完面 客人吃完后觉得很好吃 或者是哇真的这个汤可以 或者是加汤 或者是把汤吃完 还有加面把面都吃完 这时候我是特别特别开心 每次客人吃完后 觉得哇好吃 哇好开心的那种表情 我也是特别特别开心 我觉得我的东西 让给客人觉得好吃好开心 我是真的很满意 可是留在青海的话 我应该是还一直会留在青 因为我现在是我的面啊 这边的人喜欢我的面 所以我应该是 我是还是打算继续住在这边 然后继续做我的面 然后让更多的人喜欢吃我的面 然后更多的人来吃我的面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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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